大家好 我是Kyoko 來到今天我們會繼續用這個敬語的文型 今天要講的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 後面跟できる 一樣 一二類動詞的時候 前面就是跟お 然後加他們的蜜形 再跟這個できる 然後第三類動詞 就是 お或是 ご が 他們的蜜形 再跟這個できる 有時可以 可以 能夠 的意思 是這個可能形 是自謙語的 お或是 go する 的可能形 我們看看第一句例子 あの先生は気軽にご相談できる方法 那位老師是可以輕鬆進行商討的人 即是說 這個先生 因為你要 這個對象是先生 即是長輩 需要尊敬的人 然後 你又想降低自己的地位 所以 就會用這個自謙語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文法 然後第二個要說的 就是 お或是 ご後面跟這個 いただく 前面是 お加一類 二類的動詞 まず形 再加這個 いただく 或者是 ご加第三類動詞 詞 再跟這個 いただく 它的意思是 成蒙你 什麼 或者成請 什麼 也是自謙的用語 表示對別人行為的感謝 例如我們看看第一句的例子 この度 おまえねきいただきますで ありがとう gozaimasu 感謝你之前的款待 這一個就是 人的對象在高一點的程度 然後你把自己放在低一點的程度 用這個自謙的用語 感謝他之前招待你 第三個就是 お或是 go 後面跟這個 nego 前面是 お加一二類的動詞 mashing youmasu 或者是 go 加第三類的動詞 詞 表示能否請你 什麼 是有一個委員的請求 常用後面會變成 negai maseng ga 或者是 negai nai desho ga 這樣的形式 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先生に susenjo wo okaki negai masu 成請老師 幫我寫這個推薦信 那這裡 你是想請老師幫你做一些事情 然後 老師是一個需要尊敬的人 所以 你就會用這個文型 去有禮貌一點 請老師幫你寫一封推薦信 那 我們今天就關注這麼多 下星期一會關注最後的三個文法 然後 就會開始 背一些 尊他語 和一些 自尊語的特殊形式 的字 簡單來說 是要死背的 不能怎樣記 只要把它當成單字 背就可以了 那我們下星期再分享 如果你想找三字卡 可以去我的IG 想看多些日本的資訊 就去我的Facebook 如果你想和我一起找書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星期一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バイバイ